加拿大制造研发的首款新冠疫苗PTX-CoV-19B 今天正式进入人体临床测试阶段 总部位于多伦多的普罗维登斯疗愈疫苗研发公司公布 从今天起 也就是从1月26号开始 将在多伦多为60名志愿者注册3G加拿大自主研发的 名为PTX-CoV-19B的新冠疫苗 这也意味着该疫苗进入投入使用的最后阶段 在60名患者中 有15名患者将注射安慰剂 以作为实验的对比样本进行参考 该公司行政总裁索伦森表示 很高兴能自主研发推出加拿大首款新冠疫苗 并为该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感到兴奋 加拿大能研发出应对新冠病毒的疫苗 将更便于居民防疫 并在更大程度上推动加拿大疫苗的接种工作 同时 如果该疫苗成功投入使用 也将对全球的疫苗生产作出贡献 索伦森预计 首阶段临床测试完成后 可于5月进行较大规模的第二阶段测试 测试对象包括65岁以上和18岁以下人士 以及孕妇等 如果一切顺利即获得加拿大联邦卫生部审批后 该疫苗有望于明年1月在全球市场推出 索伦森透露 目前已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地区购置2万尺的土地 等疫苗正式获批投入使用后 将设厂进行批量生产 据悉 加拿大首例研发的PTX-CoV-19B 为MRNA疫苗 与目前正在加国接种的莫德纳疫苗属于同一类型 该款疫苗从去年3月开始研发 采用了温哥华一家生物制药公司附属机构专利的 纸质纳米粒子技术 也获得了国家研究委员会辖下的工业研究资助计划支持 去年8月 有关专家在该款疫苗的动物测试结果中发现 它的临床效果与莫德纳及辉瑞疫苗相似 另外除PTX-CoV-19B外 亏北克省一家药厂计划在美国生产的新冠疫苗 目前也已进入第三阶段临床测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